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講兩宗消息跟健康有關 一宗身體健康最重要 周潤發又不聽醫生說 人家叫你不要跑山 不理醫生勸告就趕跑山 受傷繼續跑 怎樣? 出事 被踢爆不理醫生休息兩個月就繼續跑山 還有一個 你可以跟巨星一起說 叫你不要做傻事 波波 別人說你戒手 什麼事? 波波什麼事?要不要關心一下你? 你不關心一下他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先說法哥可以嗎? 先給一點點尊重 但好像妹妹有些 心理健康有些問題 不如救人一命勝做七級浮徒 我們今天沒大沒小先說波波 人如其名波波 曾總愛將 不要這樣對自己 雙手戒得像小提琴 是的 這個形容我當時中學有個 阿叔 救命呀 我現在的雙手像小提琴 好悶呀 上來陪我喝啤酒呀 你老母 我以前認識過這樣的人 好啦 頹廢 幾十歲說戒手 真的很老套 那波波波是不是戒手呢 被人拍到那麼齊 那麼平衡呢 那麼平衡呢 那些坑 我也有替你擔心 哎呀 什麼事呀 嚇到網民呀 希望你不是啦 希望你不是啦 那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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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民好擔心 致殘疑云 那麼 曾總愛將 是啊 我很喜歡她呀 好像波波那樣 你看那些美女吧 TVB工作量大增呀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呀 啊 即是我看她在IG也放一些福利圖的呀 一些網友的呀 為什麼搞這些東西呢 你也不知道我問誰呀 要不要開個東桌西網問問她呀 喂你捧人你要 即是既然現在雜誌做了這些封面 做了這些標題 你會不會出來解一下話呢 你們藝人 不要一下一下照廢呀 報喜不報憂呀 你報喜不報憂 就不行的 因為你其實很多的 無論是新聞呀各樣呢 即是我 沒理由這麼說 其實你看新聞 一定是讓人想到大件事 那些人才關注的 波波身體健康 都可以 做瑜伽做健身 很厲害 都有人關注 但是你現在 他的身材厲害 他的手 戒的那些 那些狠更厲害 嚇壞人呀 是不是呀 這個要關心一下 那些員工的精神狀況 網友紛紛都留言 擔心 哇戒仔比戒手好 有什麼不開心就說 做什麼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截稿前波波 沒有IG發 表回應呀 呀 看看先 波波強調 有戒手 他說每年都會不小心 燒傷自己 什麼事呀 有戒手還是沒有戒手呀 上面寫有戒手 下面寫沒有戒手的 晚上時份 波波IG出了多張圖 澄清自己 不是戒手 他說我沒有六尺高 我沒有戒手 我會接手 你一切的 猜忌 他說 辦法總比問題多 大家有什麼不開心的話 告訴我 我一句就可以哄你 哈哈 那麼 容易受傷的 女人 然後 每年 都會不小心 燒傷自己 他以前 就 臉的二級燒傷 今年 就燒傷了手 by the way 有什麼去罰好方法 燒傷是這樣 平衡一條條戒狠的嗎 真是聞所未聞 他說燒傷 他放在哪裏燒呀 平衡這樣 放在網上 BBQ呀 不是吧 那就小心點啦 做人你說沒有就沒有啦 這裡 這樣搞法 你也是找東張西望 看看他好一點 不要讓他有什麼微笑什麼什麼症 真是的 人是需要關心的 波波 你人又漂亮 身材又正 阿曾總 曾總又疼你呢 是不是 你這麼多人愛 何必 啊 收收自己呢 有空出來上網 跟人聊聊天 唉 希望你身體健康 身心靈也要健康 小夜拍 我覺得他小夜拍 被曾總點完名之後呢 我見過他有出過那些鏡子的那些角色 閒角來的 不是很擔得正 擔正他呀 擔回正 找一些劇 不做女一也做女二啦 是不是 找一個 平平無奇的女一 那麼他後面呢 大大隻隻的 放在肩膀上的 你說多好呢 不要這樣啦 真是 曬了就美女呀 其實真的 你無事這樣說 我們這些是 君興提示 你本身 女孩子的花旗 短 很短的 花旗 你 不要藏起他 不要藏起他 你盡用 用盡他 讓他發光發亮 讓他將來 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入了這行 讓他不要後悔 這樣 希望他真的不是戒手 那就說一下 發哥 發哥受傷後 近照曝光令人憂 被踢爆 醫生叫你休息兩個月 你繼續跑山 喏 我其實跟發哥都是同一類人 又癡人 又是像發哥 不是我的意思 我受了傷 我之前不是斷了手指 我一個星期之後就開始健身 醫生說要四個星期 骨絲埋口 你是醫生的 我是專家 是不是 不是什麼 發哥可能都是這樣的性格 我也是跑步專家 醫生 你懂什麼 看看發哥說什麼 68歲周潤發 上個月底 在大學唱談電影人生 說 不想令出席三百多位同學失望 出席講座前一天 跑步的時候 雙膝跪地七個一皮 雙手掌被石頭戒傷 更側身落地 第四條肋骨斷裂 導致笑 用力呼吸 都感到十分痛楚 仍然堅持現身 周潤發 當然有專業精神 周潤發 言出必行 但是 不是個乖乖的病人 醫生千叮萬燭 要他 暫停跑步兩個月 他發現 被人發現 沒有聽話 那天 你那天講座 明顯有傷痕 說了受傷經過 大家說 發哥很厲害 不應該拍手 敬重他專業 他又順手承諾 可能他 就 人比較頑皮 沒有 答應醫生會乖乖休息 所以他就沒有 有網民看到他 黑衣黑褲又是你 周潤發 野衣捕窩的網民這樣說 看到發哥的時候 他驚訝到說不出話來 發哥真的超級霸氣 明星的感覺 感覺還是不一樣的 他說我們的運氣都挺好 似乎這個就是蔣國瑜 他說我們的運氣也的 真的挺讚的 這個網民應該是內地網民來的 然後蔣國瑜再說一遍 看來的時候 驚訝不愧說話了 發哥 真的超級霸氣 果然明星的感覺還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運氣 也真的緊張了 剛好 遇見了 溫冬遠的發哥 直接跟我們合照 太棒了 肯定不是香港人 太棒了 太棒了 肯定不是 其他人留言問 發哥的身打扮好像跑完步 不是說之前 樓主回覆指 周潤發 應該在半山走下來 見平時面色紅潤的發哥 看到那張照片有點疲態 戴著口罩 不過雙目無神 不只平時流露出的笑容 而且另一張 看到他 扶著扶手跌 樓梯 跟平日矯健敏捷的照片 相比 大分別 從他的背影 看到他身形依舊 看來他 這段時間又保持運動 瘋狂的 這什麼東西 寫什麼東西 你不會無端端肥了 一個人兩個星期 別玩了 兩個星期 比你肥四磅 眼睛這麼容易看得出嗎 拼命吃朱古力 都在家裡吃 姜濤 瘋狂 怎麼會呢 不會的 但網民希望法哥好好優養 好回來再做運動 我也是同一類人 行不行 我覺得 這些東西 自己知道自己事 自己知道自己事 不能強迫 如果你說很痛 很痛的話 吸一口氣也不能動 如果他動不了 當然是不能動到床 他能跑 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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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他 是有他的 他只是68 不是86 86也有他 不是 86也有他 不是的 有句話叫他 他死你不讓他死 好像很涼薄 不是的 真的不涼薄 我同一個朋友研究過那些女兒 你想想這句話有哲學 有些女兒 做些危險事 你不讓他做 你不讓他做 跟你吵架 關係又不好 大家感情不好 你任由他做 你好像不關心他 你心裡不喜歡 去夜街喝酒 到時候被人迷了 或者什麼外出被車 或者被人亂棍打錯了 搞定了 那 怎麼辦 表示遺憾 我的朋友是這樣說 你不讓他做他又不喜歡你 他又生氣你 你讓他做 他背了的時候 那也叫他死的時候愛著你 你明白嗎 人是沒得逼的 你有沒有用鎖鏈鎖住 周人發 沒有的 所以我經常跟你說 那些傢伙 那些傢伙 跑馬 說白了一隻馬 人道毀滅是殘忍 他們不懂 很多都不懂馬 港人又說了馬 吳仔 我們這裡有很多東西聽 很多人很不解 這麼看的 上次說 非常可憐 那個把他刀 但那些DC 那些是很別的 就會說 你們把鎖臂當時 說打你,你覺得痛不痛? 馬的肌肉硬得不得了,還有 譬如我講到關於周人法那件事 為什麼馬斷了腳,要立刻人道毀滅呢? 有個故事的 他說馬天性就是要跑 你想綁住他,他不行 治療期間就是要釣高四肢 有人試過醫馬,但是令馬有不必要的傷害 是以前一定試過的 你想人不是那麼殘忍的 你斷了腳,會脫掉你? 你斷了骨,不會的 人有自律性,動物沒有自律性 他是這樣的,馬呢 釣起他,四肢離地 讓他傷口遇合 即是和他駁骨,開始想這樣試 但是很多天馬就瘋了 他不知道你做什麼 他好得也快 當你兩個星期叫做懷口,他覺得自己行得 好了,瘋了,放他在地上 他一碰到地,好像瘋了這樣跑 因為馬天生就是跑 一跑就斷腳 又斷腳 因為馬一千幾百磅 就斷了 他那個位置重複斷 想救也救不到他 是一個受醫的故事 兒子很愛一隻馬 他爸爸說,你醫他吧,你醫他吧 你不醫他,他就死了 我不想他死了 你想他醫 你看著我醫他,你看看他有多痛苦 他爸爸醫給你看 他上司醫給你看 那麼賽馬是否殘忍呢 這些是領作別論 人跑步也難以忍不住 因為一個人做運動 身體有很多多巴胺分泌 那個人很開心 我現在每天都做運動 我覺得人生 嘩 是燦爛到不得了 非常開心 路又轉得快 人又醒醒目目 那如果一停運動 幾天就來了 覺得他人是灰了 沒有了希望感 發哥其實應該現在做什麼運動呢 做些輕量運動 行路散步 行山都不好了 你上上下下 你吸氣呼氣都大 那個肺氣量 動到肋骨都會痛 肋骨 你最好不要動它 就不會 讓它先復合 復合 都要整個月 我自己三十九歲 我斷了手指 無名指頭 一個星期我再健身 其實我是痛的 但是我健身不用用手指 我用那個食指 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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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狗的手指來健身 我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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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哥 我想他也是這樣走的 是的 這些我覺得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唉 不要那麼多事 不行的時候會看醫生 因為其實 屈在這裡 身有問題 心有問題 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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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是我還是建議 發哥做心津 举鐵 很嚴重 很嚴重 因為 其實 那時候有個人 拿他來賣廣告 說是周焉發那個 抗衰老教授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很多人都沒有人的名字 法國人來的 大隻佬 阿伯 大隻阿伯 他說 其實年紀大 因為白肌退化 年紀大沒有那麼好爆炸力 白肌退化 更加要 用多點力 讓他不要退得那麼厲害 還有 捱自己的荷爾蒙 我現在都捱自己的荷爾蒙 有個研究說 你賀爾蒙高 你不粗也會有肌肉生出來 你賀爾蒙低 你粗也會生不到肌肉 這個最大問題是 高軟酮 年紀大 高軟酮跌 你的肌肉量就跌 你 女良胃也是一樣的 女良胃 她本身蹲腿 因為她腿大 肌肉大 她分泌出來 紅腥激素高 所以她才能保持年輕 發哥應該是這樣練腳 腳是有她的作用 當然她的紅肌 內力肌肉也有很多 但是她的爆炸力肌肉也是一半一半 所以兩樣都要有在 你才可以做到一個完美的人 她現在 在我們玩運動的人的眼中 她有毅力 但是就側在一旁 最好就是均衡 有些這些有些那些 人是真真正正健康的 如果不是就不行 剛才說的那些高軟酮 我現在更厲害 我去健身室跑步機 前面有個電視 我開過Youtube看那些女 看那些大波妹在舉鐵 哇 有些美女陪著我舉鐵 她跑過三十分鐘等於三分鐘 也不知幾爽 紅色激素高了 做運動各樣都比較快 很多人不認識這些 這些是否旁邊做得到 當然不是 看龍珠龜仙人也是這樣教的 你們自己不知道 法哥也演過龜仙人 不過演得不像 扮龍珠荷里活版最失敗的那一隻 真是 說笑而已 是那一套特別衰 其餘是OK的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希望大家都是身心靈健康 拜拜